2022年以无党派身份当选桃源施议员的于伟臣 认为台湾并不是所谓的筹码 反而是中美平衡的重要砝码 而中共持续在用认知战分裂和恐吓 让台湾人对自己国家失去信心 要对台湾有信心 虽然台湾受到了中国的压迫 受到了中国很多无情的对待 但是台湾的居民同胞 2350万人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 他说认知战主要透过人工智慧大数据分析 收集个人资讯与政治倾向提供假资讯 将相关目标群体连接在一起 形成同温层来弱化思考能力 让你的脑筋中间想到的事情 都是我玩不过中国 我打不过中国 我只有投降才能换来和平 其实台湾的和平绝对不是用求的 也不是建立在敌人的人词上 台湾的和平是用自己的实力拼出来的 因为唯一有强大的武力 跟强大的心理建设 才能捍卫台湾的民主 那么台湾的民主如果消失了 难过的绝对不是台湾人而已 那是全世界向往自由的华人 他的心中都会有遗憾 对于2月19号 中共海警强行登上金门游艇检查 造成台湾社会恐慌的世界 李北辰认为 这也是认知作战的一环 当然中国希望透过这个方式 因为船艇是台湾领土的延伸 他想透过这种方式建立一种认知 就是认为 我可以登上台湾的船艇 我就能够登上台湾的土地 那这种认知虽然可笑又无知 可是呢 我们不能让它成真 所以未来我们的海巡 会更强化海域的巡逻 来维护台湾船艇的安全 新唐人电视台 旧金山记者站 加州苗碧达采访报道 而是上台湾的消防 按赞